有位网友问 他只玩PS5的COD 让我推荐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显示器 我们以COD19为例 像这种游戏注重的就是高刷 PS5是支持120Hz的 首选是4K144 但是这种显示器价格不亲民 我们可以参考索尼的M9 27英寸4K144 价格是6999 就算打折也得6000多块钱 第二个推荐的就是性价比方案 那就是2K144 PS5是支持2K120显示器的 电视一般都是4K和1080P 我上网看了一下 可以选择的很多 像一些小品牌的 27英寸的2K144 也就1000或者1000多点 就算是2K165 2K170 2K240价格也不贵 但是我觉得再高就意义不大了 因为PS5最高只能支持到120 即便你用的是1080P的分辨率 最高也是120Hz 那具体选什么品牌 什么型号呢 我就不说了 因为有人喜欢便宜 喜欢性价比 他在选择的时候 对于用料做工差点就差点 他能接受 有的人呢 注重品质 价格高点 也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像这个级别的显示器 一般不会超过2000块钱 因为2000块钱已经可以买到 4K的60Hz显示器了 那同样是2K144的显示器 或者4K144的显示器 价格为什么差那么多呢 差在哪呢 因为有很多隐藏参数 显示器还有很多隐藏的参数 但是在产品的介绍页面 不会标记出来 比如显示器的面板 光感怎么样 色彩准不准 漏光是否严重 HDR刺不刺眼 坏点多不多 用料和品控怎么样 边框缝隙大不大 放在桌子上稳不稳 尝试兼用 发热量高不高 显示器自带的音箱效果怎么样 是那种点评的夹子音 还是浑厚有力的声场 另外 显示器的菜单调节是否方便 OSD菜单反应快不快 那个按键是否好操控 很多很多东西 需要亲眼看看 亲耳听听 亲手摸摸才知道 除此之外 还有像品牌 售后 还有产品的定位 也有区别 有的显示器 更适合办公 有的是专门为游戏达到的 以上这些点 好与坏 高与低 直接关系到价格 所以不是一个4K144 这个词能说明所有问题的